2019年期推出的居屋有一款280呎 廚房去單位正中央的間隔 考慮了不少業主及設計師 今次這個項目是一個大概280呎的 實用面積單位 屋主就兩大兩小 我需要分配兩個房間 而單位本身只有單邊窗 以及廳比較窄長 而且都沒有房間的本身 所以我們設計方面 要看看怎樣分配的空間是比較困難 因為廚房正正在屋中間 所以門口的方向 甚至冷氣的分布都很重要 在廚房方面空間有限 我們做了一個4呎的雙人床 亦都想增加儲物量 所以做了一個儲物地台 為了令客廳可以有多點光線進來 我們做了一個金屬玻璃門框 加上一個湯門 讓光線可以進入室內 在儲物方面 其實做衣櫃的位置也不是很多 我也利用了這棵牆 其實它是雪櫃的側板 想令到這個衣櫃不要看得太短 亦都想令到視覺伸延 所以我們做些假門 令到衣櫃看得太闊 在廚房方面 其實廚房的位置比較小 但我們都要把所有的電器 用具都放進去 而廚房亦都是入屋的開門 看到的位置 所以我們用了這隻灰藍色的瓷磚 也是業主很喜歡的顏色 我們都用了反光的物料 去做檯面 例如這一種醒石 它都非常好打理 為了省位 採用了摺疊式的餐桌 而客廳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這裏很有繪本味的特色牆 原來是要呼應兒童房間 在客房方面 因為有兩個小朋友需要睡 所以設計了一個上下的丁字床設計 在收納空間和空間感中 拿了一個平衡 在裝飾方面 我們都做了一個樹紋和一個小屋的圖案 也提供廚房的特色牆設計 在廚房的電視場 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有隻窗呢 其實就是令到房間有一點自然封進去 也可以看看小朋友睡覺了嗎 浴室裡簡約的牧民儲物櫃配灰色磚 大門旁邊是鞋櫃